我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迎来了31宗的近期最低记录之后 今天的确诊数字又往上飙了 卫生总监诺西山宣布截至今天中午12点为止 我国再增加了94宗的确诊病例 当中有72个人是在印尼染病之后回国被确诊的 是属于境外输入病例 而本土感染病例则是22宗 让我国的累计病例增加到了5945宗 另外我国今天也没有死亡病例 让全国的死亡人数维持在100人 而陈队之前在第一到第三阶段的行动管制令当中 获准复工的企业 从今天开始将能够全面的恢复运作 那是否也表示说教育领域在不久之后 也能够重新回到正轨呢 诺西山在今天也给出了答案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好转 学生回到学校上课的日子是不是不远了呢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表示 卫生部建议政府先开放经济领域 并利用两到四个星期的时间监督之后 才对是否开放社区和教育领域进行探讨 另外诺西山也透露 政府早前向韩国购买的20万个快速测试剂 第一批5万个将在星期五运达我国 而政府将会优先把这些测试剂送到东马 因为当地的交通运输比较复杂 而第二批10万个测试剂也会在星期六抵达我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